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 First Shop 实战 我是你的开心讲师 古涛达达 好 那么接下来才是我们重点 我们的亮度跟对比度 好 看一下亮度对比度是干嘛用的 是怎么的 好 我可以实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你就知道了 好 把它按 当你发现数值为复的时候 然后 它会逐渐的变暗 背景图 那么反之我们往这边设置为正手 它就会亮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去调节它一个亮度 那么我们对比度呢 对比度的话它可能不是很明显 稍微调一下这里来 这样子吧 它可能会 还是让它默认吧 好 我们接下来调一下它对比度往上这里调 其实 回到我们这里 你会发现它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就是对比度 你会发现它的 比它原来的 原来的图的基础上 它是变灰变萌了一些 对比度没那么强 好 那么我们数值文正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达到达到百分 达到100的时候 大家看图像 你会发现它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了 就是它的楼房之类的结构 就是纹理比较清晰 而且颜色比较杀重 就是对比度比较强的了 好 那么再讲解一下我们下面的一个使用旧版 好 点击它 你会发现 这样子 这样子它会灰蒙蒙的一片 这个颜色有点恐怖哦 好 这是我们一个旧版的 大家一般我们一般是不使用旧版的 除非你要得到那 想要得到那种效果的话 才是使用这个旧版 好 这是我们的亮度对比度 没有特别深的一个地方 好 我们介绍来再往下看 色阶 色阶是干嘛用的 色阶 这界面好像比较复杂是吧 对 我们从上面 往下一点点讲解 好 预设这里有默认值 默认值下面有一些选项 叫暗啊 增强对比度啊之类的 好 这些都可以大家去选择 然后去尝试的 嗯 我们就在这里不多 呃 就不再重点的讲解了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因为我们一般使用的是默认值多的 好 默认值的话 那么再往下这里就是我们的 RGB 还有红绿蓝 三个色 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RGB 它这里这个界面 会有三个小三角 我们称为这些角为长 那么它第一个是 尝试一下 很明显 它就是黑 黑场 那么中间是个灰场 那么这个是白场 那是黑灰白场 三个场景 好 那么我来试一下它 好 往这边 它是越来越暗的 那么拖动我们的白场时候 很明显 它就是越来越白 越来越亮的 那么中间这个黑场呢 如果说它变现了 黑场 反而它就变亮了 为什么呢 大家发现 灰场跟白场之间的 这个区域被拉宽了 被拉 的距离被拉宽了 之所以这个原因 然后 白场 所以它往黑边拉的时候 它就是白场 占的比较多 成白式的 那么 反之 我们的黑色也是一样的 这样子拉 那么它就变成 我们的黑场 好 再往下看一下 我们这个 输出色阶 这里 然后它分了一个 黑 跟白 很明显 黑的话往白这里 白这里拉 那就很容易 很 就是大家看到的界面 就是成白色的 那么白色 就是一样的 好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 色阶 那么再看一下下面的 一个内容 讲完我们的色阶 那么讲一下我们的 曲线吧 曲线的话 很容易 这刚才我们也演示过了 它这里 不像色阶 它现在只有两个场 黑场跟白场 那么我们往上 移动这个曲线的时候 你发现 它是变白的 那么往下 它是黑的 而我们这里的话 也有一些默认 然后还有一些 这些 这些效果 大家可以去尝试 我们多数都是 与默认值为准 好 那这里一样 跟我们的四阶 是一样 RGB红绿栏之类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尝试 一下我们的红 那么说你想在这个背景上面 加点红 那么你就可以这样子去调节它 好 我给它加点绿 再调 然后再加点蓝 好 这效果呢 回到RGB 大家会发现 RGB这里的话 它不只有 不只是只有一条线了 它有三条 另外多了三条 总共是四条线 那么去调节它 它可以整体的来调 这样子 好 这是我们的曲线调整 也是基本的 那么再看一下这边 再加我们的左手边 的一些属性时候 我们先剪一下下面的先 好 第一个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要把我们下面这些 一些不需要的散掉 好 在这时候 而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话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理解它为 剪贴蒙版 剪贴图层的一个意思 好 我点击它 大家会发现它这个曲线图层发生变化 它有个小三向上的三角 这是我们剪贴蒙版的一个说法 意思就是它剪贴到它这个背景上面 如果说背景下面还有很多图层 那么都不会改变 只会改变当前这个图层 这个意思 好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 好 我再调稍微调一下这些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 大家也看到了 它是可以查看上一个状态的 意思 那么我们点击它 它就回到了我刚刚调节的那个 那个状态 好 在这个的话 大家很容易理解复位嘛 好 点击它 复位到原来跟背景上一模一样的 好的 这个就是直接按删除 直接删除了 好 我们再讲写一下曲线的这一边 这个的话很明显了 就是点击它 然后在这里拖动 这样子的 那么这一个的话也有三个吸管 它是黑灰白 那么我们看一下黑是说什么用的 好 我点击它 大家会发现 这里也会进行一些改变 直接点击就变成一边黑了 好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复位 好 再来尝试一些灰厂是 又是怎样的呢 它就会变成这种模式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红绿蓝 红绿蓝 这间的一些曲线 的变化 好 白产 让表场变得更白 好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好 在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可以自动画的 是一个gup 然后你自己画 然后调整它 的一些属性 好 这是我们的曲线 大概简介在这里 好 我们再广下看一下 我们的另外一个曝光度 曝光度是干嘛用的呢 嗯 大家都会发现前面这预设的默认值 它都是默认的 大家 大家也会有一些选项给你去看一下 你可以去尝试 好 这里是默认的 默认值的话 第一个是曝光度 曝光度 我们来调节一下 大家会发现曝光度 数值为负的时候 直到 顶端 大家会发现 完全变成黑的一 乎 黑乎乎的一片 好 那么 正这边 那就是啊 我们的 白色的一片 大家也很明 很明 很明显能理解得到了 正的是白色的 负的是黑的 好 可以这样去调节它的一个曝光度 那么位移的话 也是像性 跟我们上面的属性是一样的 只是它位移的 一些效果不太一样 那么 灰度的话 大家会发现 你越是往左边 它就是越白 越模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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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看不到我们的背景的一些轮廓 而这边的话 就是 会越来越清晰 然后慢慢的变黑 这样子 好 下面也有三个吸管 大体都是一样的 跟我前 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三个吸管的用法是一样的 好 这里就不多讲了 然后直接把它给删掉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本节课的话就剪到前面这几个 那么后面的话 再把以下这几个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好 大家可以回去好好地练一下 去感受一下 那么本节课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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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